8月2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权事务助理沙利文 习近平指出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 同中方一道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此前27号至28号 中美在北京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 中方提出中美正确相处的五个关键 美方再度明确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脱钩 在这一轮互动中 双方重点探讨了哪些议题 双方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如何相向而行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就相关话题 今天演播室里邀请到两位嘉宾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 您好 本台特别评论员苏小辉 您好 您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8月2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习近平指出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裂对抗 人民希望开放进步 而不是封闭倒退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该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 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首先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 还是伙伴 这个管总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 同中方一道 找到中美两个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不同道路国家 在地球上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在此基础上 争取好起来 向前走 沙利文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并表示 美中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 双方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共识 取得积极进展 习主席在会见沙利文的时候指出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该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 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确实中美关系的意义 早已超越了双边的范畴 中美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攸关着世界的和平发展 和人类的前途命运 那么中美两个大国 如何确立正确的相处之道呢 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经常说 当街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上有一些冲突战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经济发展低迷 实际上今天世界 面临着很多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 那么这个本身 对世界来说 就是很大的挑战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美两个国家 都是全球性大国 我们两个国家 能否合作 能否有效地 找到彼此之间的相互 正确地相互之道 对于整个世界的 和平 稳定 发展 都显得特别重要 所以习主席提到的这一点 我想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那么中美两个国家 怎么样才是 正确地相处之道 这里很清楚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 稳定 可持续地发展 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谈到处理中美关系的 三项基本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 正确地相处之道 只要沿着这样一项原则 中美关系当中 即便有一些矛盾 问题 但是我们都能够 很有效地解决 所以这一点 对中美两个国家 现实和未来的 这个关系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习主席还强调 说中美两个大国脚 打交道 第一位的是 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首先要回答好 中美到底是对手 还是伙伴 这个管总问题 确实摆在中美两个大国面前 两个选择 那不同的选择 会带来怎么样的发展方向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 说到这个管总的问题 到底答案是什么 其实中国早已给出了答案 是做对手还是做伙伴 中国很明确是要做伙伴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去年11月 习主席在旧金山 明确地表示 中美关系是伙伴关系 当时我注意到 国际社会非常关注 中国对于中美关系 这一定位 很多国家认为 当前中美关系 确实遭遇这些挑战 但是中国明确说 中国的领导人明确表示 中美要做伙伴 其实是非常坦荡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看到 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伙伴 比如说大家会观察到 中美关系当中 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方面在美国国内 一些反华势力 总是兴风作浪 要对华市强 来推动这种负面的动向 但同时在美国国内 包括在企业界和民间 很多人都关注中国 那么企业界人士 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 而说到美国高小院高强 在高科技领域 试图对中国打压遏制围堵 那一方面 有在芯片方面 政策上要卡脖子 但另外一方面 从具体的事例来看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 今年2到4月 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于美国两大芯片制造商 对于两巨头来说 是销售额骤然增长的一个阶段 那么中国大陆的市场 是占他们对外销售额的40%以上 所以很多的美国企业 是希望对华合作 是看到商机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的美国在对华合作的方面 非常担心所谓政府捣乱 比如说纽约和新泽西港 向中国订购了启中机 那未来生产是需要这个启中机的 启中机又无法在美国国内生产 是没有产量的 那这个时候 关于现在拜登政府在推动的 可能对华加征关税 很多企业界的人士明确反对 认为加征的关税 最终会回到美国国内 成为企业的成本 那另外我们会看到 说到伙伴关系 中美之间可以做伙伴 也应该做伙伴 其实这一次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 他的访华行程 在行程开启之前 以及在这个行程当中 关于中美关系 他一直强调的是 中美竞争不应该演化成冲突 对于中美关系失控 我们看得很明确 美国方面也不希望 和中国大打出手 沙利文此访可谓是备受关注 如果我们从时间节点上来看 这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八年后再次访华 那么对于沙利文和王毅主任二人 是16个月以来的第五次会见 那沙利文为什么会选择 在这个时间节点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中国进行访问呢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 我们都可以进一步地去关注 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置身来讲 美国今年是一个大选年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所有的事情最高的政治 就是维护他的大选 所以在这里面 所有的和大选有关系的 特别是沙利文做一个民主党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高官 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 给民主党的候选人加分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如何去稳定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外交任务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做一个政府当中的高官 很重要一点 就是和包括和王毅主任的 几次的这个会晤 很大程度上 这个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 我们说非常重要 去年11月份 两国元首在旧金山 做了很好的会晤 达成了旧金山愿景 那么这次包括王毅主任 和沙利文谈的一些重要内容 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等等这些 都是在贯彻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 他做一个高官 来去落实总统 所要这个和中国领导人 达成的共识 也是他的重要一个任务 当然才进一步的推广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样一个这个官员 从这个身份来讲 到中国来访问 这次引起很多的这个关注 也是因为这个职务很重要 如果我们往前推的话 1971年我们注意到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时候 也是同样一个身份 这样一个身份 很大程度上 可以排除 就政府当中 相对来讲 比较低调的一个官员 但是恰恰能够排除 社会当中政治的 不正常的干扰 能够进行一些 实质性的一些混谈 所以这也显示 就是在拜登政府 行将结束的时候 如何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 那么在这里面 对于我们也很关注 对于中美关系当中 哪些经验 能够总结下来 对两国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出 两国至少 两国保持沟通渠道很重要 同时就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有必要进行战略的沟通 这也很重要 所以这些都是 这次会谈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到中方的通稿当中 对此次沟通 对话这么评价 双方进行了坦诚 实质性 建设性讨论 那从中能够解读出 这次沟通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对于未来中美 关系的建构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对于 中美战略沟通 对于中美关系的预期 不应该过高 一次沟通 当然不可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 但是保持这种沟通的势头 对于两个大国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对于沙利文访华 我们会关注到 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从27号到29号 时间段是覆盖了三天 这样的一个时长 说明双方都有话想说 也有话可说 那么另外大家关注到 此前王毅和沙利文 进行战略沟通 都是选择在第三地 而这一次沙利文来华 这个离北京更近了 这很明显是美国方面 希望能够加强沟通的效果 即使在大选年 美国国内政治复杂的背景之下 仍然派出重量级的官员 是希望双方之间 真正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从此 从这个沟通的结果来说 延续沟通的势头 大家都在关注 中美元首在下一阶段 见或者是不见 或者是会不会 进行通话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双方战略沟通过程当中 是讨论到了中美元首 新一轮互动相关的议题 那么不管是打电话 还是这个面对面的会晤 都会为中美关系 再次发挥引领作用 同时双方也强调 沟通机制和平台 应该发挥应有的效能 比如说双方之间 这种军方的 尤其是高层级的沟通 之前我们注意到 美国非常关注 尤其当美国在军事方面 在有动作的时候 特别担心出现误判 出现失控 所以军事方面的往来 美方希望能够保持这种联系 保持层级和热度 而另外涉及到 人工智能等方面 政府间的对话 其实不仅仅涉及到技术 还涉及到规则制定等方面 那么同样的 双方之间沟通 不是说只谈积极的问题 也要把这个需要处理的难题 敏感性的问题 要摆在桌面上 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 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 很显然台湾问题 中方强调的是 底线和红线不可能变 既然美国不想中美关系失控 就不要一再搅动台海 来制造风险 那么包括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对菲律宾进行怂恿 制造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希望打造马前卒 中方也看得很清楚 那么最后呢 涉及到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 我们在谈安全的边界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往往 以这种安全问题泛化 动辄与安全联系 对中国进行这种经济方面的动作 包括进行制裁 那么中方也可以看清这个套路 会告知美方不断地这样的试探 不断地扩大对中美关系的损伤 最后呢是两败俱伤 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沟通会谈 确实是坦诚的实质性的 有建设性的这样的一场沟通 那么王毅在与沙利文沟通时指出呢 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王毅在与沙利文沟通时表示 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 梳理其中的经验教训 有助于更好开辟未来 找到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对抗 关键在于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要维护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 王毅强调 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必将统一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 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十处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沙利文明确表示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29号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张又霞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确实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那么关于台湾问题 我们看到美方也做出了承诺 不支持台独 那是否可以预期未来的一段时间 美方可以做到言行一致呢 这一点我们经常讲 就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我们看到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 已经很长了 从最开始中美建交的时候 美方关于台湾问题 已经有明确的表态 但是实际上后来 包括里根政府等等一系列 在台湾问题上 都有一些政策的左右摆动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包括拜登和沙利文 都反复地在重复 其中四部亦无役当中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也不支持一中一台 那么这个表态还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呢 从背后来讲 我们看美方的这个态度当中 也有一个 就是它强调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和我们所表述的有所不同 恰恰就是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它在不断地给自己加上定语 那么实际上给自己增加回旋人的余地 但是也很清楚 就是中美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包括沙利文到中国来 也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起来 我们当然更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好起来 但是这里面如何去稳定中美关系 很重要一点 就是中美三个公报的精神 一个中国这种精神 美方必须要贯彻落实到底 那么从实践来讲 我们看到美方在整个 在谈到一个中国的时候 但是同时又派不同层级的官员 访问台湾 对台军售 对台军售 还有这个军舰 过境台湾海峡等等 这些实际上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希望 美国如果真的希望中美关系 能够稳起来的话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要实实在在地 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 我们还看到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会见沙利文的时候 提到这么一句 美方应该校正对华战略认知 那么如何理解 美方应该校正哪些言行呢 说到校正 首先中国对于美国的 军事战略意图 有非常基本的 而且清醒的判断 我们会看到 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域的军事部署 在中国周边头七步子 美国的动辄 在中国周边进行抵禁侦查 那么同时还拉拢地区盟友和伙伴 构筑更强劲的 所谓的军事同盟的体系 包括我们今年关注到的 日美之间 在这种安保关系方面的加强 美国希望盟友 分担更多的成本 而同时呢 美国还希望形成 所谓的多海联动 不管是台海 东海 南海 几个海涉及到的核心 是中国的主权权益 而在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 一方面呢 美国要强调的是 地区安全事务当中 自己的主导权 实质就是霸权 而另外一方面呢 是要构筑对华的包围圈 以军事方面的施压 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而另外呢 我觉得从军事层面来说 我们判断了美方的意图 也会看到美方的顾忌 一方面呢 好像美国蓝势汹汹 但另外一方面呢 却非常担心失控 所以从美国强调 希望与中国解放军之间 保持这种军事方面的 各个层级 涉及到不同议题的这种沟通 其实呢 是一方面要有军事动作 而另外一方面呢 要保证不失控 是要以最小的成本 来达到最大的战刃目标 所以对于美方的这些心思 我们看清楚之后 会明确地告诉美国 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美国强调自己的绝对安全 无限地扩大自己的安全 损害他国的安全 最终呢 是必然要遭受到反噬 而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 来进一步地强化 自己的军事部署 只会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在中美此轮战略沟通当中呢 美方又再次表示 是无意与中国脱钩 那相关内容 我们再来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王毅在与沙利文沟通时表示 中美双方要实现和平共处 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 中国对内致力于 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对外努力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美方不能用自己走过的道路 意测中国 也不要用国强壁坝的模板 镜向中国 王毅指出 各国安全必须是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本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 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 国家安全需要有明确边界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更要科学界定 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 打压中国 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 以产能过剩为借口 搞保护主义 只会损害全球绿色发展 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沙利文表示 美中之间有分歧 有竞争 也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 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 对待对方 竞争也应当是健康公平的 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 美国和中国将长久地 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 美国的政策目标 就是要找到 让美中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办法 美方愿同中方 继续保持战略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 减少误解误判 美国对外贸易战略的 重大调整 以及保护主义等 使中美关系当中的稳定之锚 变成了动荡之源 那您通过对沙利文表态的解读 您觉得接下来 美国在这方面会有所调整吗 我们希望美国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这些年我们确实看到 就是美国的 特别是在经贸领域 对华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本来双方是进行很好的合作的 那么最开始美方是向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 那么后来又搞小院高墙 那么实际上中美之间 美国做的很多政策 虽然说它说不要脱钩 但恰恰是努力地在脱钩 所以这里面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 我想美方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当然这里面很大的代价 也是由美方承担的 这方面我们希望美方 能够注意到这样一点 那么现在来看 美国做的很多 之所以这些政策 有这些政策 它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泛安全化 把很多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合作 这个矛盾变成了安全问题 这种情况下 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 一点好处没有 所以这次我们也很清楚 一点我们希望美国能够认清 经贸合作和安全之间的边界 不能把安全问题泛化 泛化的结果实际上中美合作 这样一个经贸合作 这样一个基础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当然希望美方 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承诺 能够落实到底 这两年我们看到 美西方世界一直在炮制渲染 所谓的中国产能过胜论 那为什么要渲染这种氛围 它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其实大家会看到 在美国国内有形形色色的 负面的涉滑论调 那么除了此前 此起彼伏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现在又出现了所谓中国产能过胜论 我曾经读过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 会看到往往是喊口号 声称的中方损害了西方的发展利益 对西方的产业构成冲击 损害了这个西方的制造业等等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 到底产能需要多少 中国的产能是多少 有没有过剩 那中国的产能是不是会给其他国家 带来更多的益处 这并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而是要把这个谎言重复一千遍 听起来好像就更像真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关注到的是 美国的意图首先在于 在产业方面进行恶性竞争 我看到有网友曾经形容 对于美国来说 观察到中国在哪个方面有新的发展 就会立刻炮制一些论调 就会对中国来试图进行围堵 那么对于这个产业方面的竞争 现在显然西方是有焦虑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内并外置 当这个国内出现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大选年 民众在对政府表达不满的时候 把责任推向中国好像更加便利 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 美国还在酝酿下面的阴招 比如说在谈到中国产能过胜论的时候 前台词就是未来要进行制裁 甚至是长臂管辖 所以我们要观察到 美国的这种负面的动向 以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 参与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今天的今日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